高雄市長陳其邁 高雄市長陳其邁在支持者的簇擁下 受到熱烈歡迎高雄經貿文教後援會 總會成立 支持者近一千五百人擠報宴會廳 對比前朝輕軌停工 社宅規劃齡 陳其邁系數兩年正績 獲得台下熱烈回應 總會長劉秀鳳 2018年就停賣 陳其邁選三次 他就堅定挺三次 這次號召補教業 美容業 真心業各界代表 再挺陳其邁繼續平死年 選戰倒數39天 陳其邁競選總部現況曝光 桃紅色巨型看板超亮眼 主打跳脫藍綠 要爭取更多中間選民支持 這個月22號也將舉行 進總成立大會 傳出總統蔡英文是當天最大咖 讓對手柯知恩酸 羨慕陳其邁有豐沛人力跟財力 我們真的非常羨慕我們陳市長的 他的人力財力人脈 陳其邁市長在高雄的市政是不分藍綠 所以我們不太知道 為什麼柯知恩會有這樣的想法 那事實上陳其邁市長不分藍綠 也獲得高雄市民甚至不分藍綠里長 然後基層的支持 不甩柯知恩酸言酸語 隨著選戰逼近陳其邁各大會員會陸續成立 支持者藍綠都有 要營造挺邁團結氣勢衝高連任飄輸 近新聞綜合報導 巴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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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